講這個射擊姿勢,關於712 剛才經過了幾個小時 我們就將一支WE712舊化了 這個自來德手槍marking更加深 因為有一個contrast 剛才講到射擊姿勢 很多拿過這支真槍抗日士兵 都會將槍打橫射 這個我都上載了一條連結 在美國真槍都試過打橫射 那個射手都表示是效果的 雖然物理學上都會向上跳動 但可能你的手臂的關節會這樣做 為什麼要這樣射呢?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刺殺或者打一班人 在房間裡 我現在弄了一顆東西頂著一個甲 所以要開空槍 他們短時間之內要清房 將二十飛真子彈彈甲 這樣向橫掃射 會比較有效果的 我現在單發 現在就連發了 這個就是空間 如果真槍就會斜上跳動 那變相你在房間裡 打橫清了二十飛甲 就會 做到他們想做的 短時間之內 打一個大面積 解過去的效果 那我就找到一本 1983年MGC出的雜誌 就是Model Gun Challenger 在裡面就有一個篇章 很詳細地說清楚 不同年份 關於這支 很多名的712 盒子炮 或者紫萊特 薄荷槍 首先 他們的手套很精細 最大分別是單發 一開始的時候 1895年 你看到外形有少許分別 槍管 嘴都很多分別 這些手套都非常清楚 初期型 一般型 和後期型 所有輪廓都不同 而 戴這支槍都有不同 木托 這個外面包著一個被子 還有一個 兩隻 被子 這些被子就當不到 槍托 取的形狀 trigger的形狀 早期後期都不同 另外 稍後會說 自來德國marking 考究 正式這支槍 是德國生產的 後來都經過很多不同 中國兵工廠的紡製品 初期 單發版 fix magazine 即是 換言之 這個蓋 是一個實蓋 所有彈都是由頂進的 這個是十飛彈的 後來 槍身 加長了 不能換彈甲 都可以入到20飛 當然不夠 進彈甲 進彈甲 後來 反而 Spring 西班牙的 老番工廠 就加了連發功能 很好賣 導致 真槍 Mouser 德國廠 都加了連發功能 真槍 如果正式是德國marking 其實這支槍 如果不是中國買 發揚光大 基本上 它的好設計 是發揮不到 在戰場上 當時歐洲 不是很多國家 肯花金錢去買這支槍 採配在正式的軍隊 的確在歐洲 從頭到尾 停產 都沒有一個正式大量使用 在歐洲軍隊 所以最大量使用就是中國 而 這些marking 我和朋友討論過 其實是 德國幫中國做的 中國要求他們做這些marking 所以這種marking都是Mouser 我都上載了 在Facebook 但是那支槍 是沒有這個連發的 可以說是兩架 其實 你要考究這些槍 也都很難 因為很多版本 不同的時代 有不同的改進 你到了一個地方 再做一支槍 因應他們的物料 或者生產工序 而改變了一些東西 可能做幾十萬把 又停 又做另外一個外形 而 真正德國廠 在二次大戰 美軍佔據了 德國期間 因為打輸仗 德國 美軍都消毀了 所有Mouser 那些資料 所以 所有serial number 那些軸譜 是沒有了 所以更加難 不考究 即是這支槍 以前是歷史的 因為燒光 這堆槍 金色 應該是當年 摩刀斤 鐵身的摩刀斤 MGC 做的 其實氣槍版本 就出過很多支712的版本 首先 是日本做的 有gas blowback 沒有gas blowback 也有的 那 那時候 大陸都出了一支老番 單拍版 那到了 前年 到 即是 2014 15年 不記得 台灣KWC 出了一支連發版本 但是 是很大力的 1.7燒的CO2槍 非常之重的 那很多時候 因為CO2 所以它加厚這個位置 塞個瓶進去 所以塞真 那 那 我覺得 到現在為止 WED 這一支712 是近乎 我覺得是很好的 氣槍 我沒有收WED 錢 不過 我作於槍迷角度 這一支槍 雖然它沒有KWC 那麼重 但是也有一個平衡 還有900多元 送了一個 硬托 又有FWOTO功能 它表面處理都不錯 原裝就這樣 令面色 那 我們做了幾個小時 未再全面做好一點 食 可以說 有些未散走 原本的食 那 滾完之後 反正 這支槍 都是用到很殘的 真槍 什麼情況都會發生的 去到農村 去到什麼地方 但是 那些 戰士 用爛了 病 整個彩刀 那塊木 陷入 什麼版本 都有 所以比較 自由去做 這塊花 而我網上找的資料 我都提供了上 Youtube 有條連結 這個都比較詳細的資料 講 盒子炮的歷史 那 我也不可能 在這段影片 講了那麼多 就是重點講一講 詳細的資料 大家自己可以 看一看 在這個 web page 重點講一講 這個就是 頂入十非蛋殼 的 早期營 到了這個 國民黨軍人訓練手上 就上了個梗托 就 claim 是打一百五十米的目標 連續射擊 就好像卡粉槍 這支槍 就是 這個 加長了Body 20飛的 版本 比較少見 文章 最後講到 其實 合子炮 他為什麼這麼大量 有些人形容在戰場上 都是因為 賣不到槍 賣不到其他槍 所以 應急之下 其實都 有點悲哀 因為 你要打仗 你想一下 你試一下拿著這支 落場打窩的遊戲 也吃虧了 是廈非甲 這樣 一個縮影 所以 有時候玩槍 看歷史 都可以說有趣之處 就是 除了你玩手上的槍 偶爾都可以看回 究竟這支槍 在某個地方 國家 軍隊發揮的作用是什麼 從而得知 當時的狀況是怎樣 有機會 有些新資料再拍 第三段 給大家討論一下